因父及自己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我们诚心侍奉你 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宰 唯有侍奉你 我们才能获得永恒和圆满的幸福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和那些圣神是微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读经一 攻读马加伯书上 安提越古王初寻高原时 听说在波斯有一座城 名叫厄里买 以富有金银着名 城中的电雨很富有 并且还有金盾铠甲和武器 都是马其顿王 非礼国之子 希腊首任国王 亚利桑大遗留下来的 他便来到那里 想攻占那城 但没有成功 因为城里的人 早已知道他的来意 静起来与他 静起来与他交战 他凌晨跑走 狼狈地离开那里 回到巴比伦 这时 有人来到波斯 给他报告说 那开往犹太地的军队 已经败退 帅领静律到前线的尼西亚 一见犹太人就退缺了 犹太人却夺得拜军的兵器 及大批物质 力量大增 他们又拆毁国王 在耶路撒冷的祭坛上 建立的可证之物 将圣所 及贝特祖尔王 再用高墙围起来 恢复了旧官 国王听了这些话 惊慌思措 倒在床上 忧郁沉疾 因为事情没有符合他的理想 在那里一年多日 忧郁日渐加重 直到死期尽了 便将他的诸位朋友叫来 对他们说 睡眠离开了我的眼睛 丑思奇迹在我的心头 我心里想 从前我得事的时候 多么高兴 多么受人爱戴 如今遭受的是什么灾难 遇到的是什么巨浪 现在回想起 我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二次 我略去城中的一切精气 引气 无缘无故 遣人去消灭犹太的居民 如今我明白了 我遭遇这些凶破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看 我将在一乡忧 无欲而始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达畅永 上主 我全心赞颂你 宣扬你的一切奇违 我要因你而欢悦勇药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号 上主 我宣扬你的救恩 因为我的仇敌已溃退 他们在你面前已颠覆灭亡 你摧毁了义民 殲灭了恶徒 你连他们的名字也永远消除 上主 我宣扬你的救恩 他们的脚踏入了自觉的陷阱 困苦的人绝不会被遗忘 穷人的依靠永不会上亡 上主 我宣扬你的救恩 福音前欢呼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毁灭了死亡 借着福音 彰显了不朽的生命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你与你的心灵同在 光独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否认复活的撒都塞人中 有几个前来 问耶稣说 师父 每一次给我们写道 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 依下妻子而没有子嗣 他的弟弟应屈他的妻子 给他哥哥立嗣 朋友兄弟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子 没有子嗣就死了 第二个 第三个都娶过他为妻 七个人都是如此 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 最后 耶稣夫人也死了 那么在复活的时候 这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为妻 耶稣对他们说 今世之子也娶也嫁 当那堪得来世 既堪当有死人中复活的人 他们也不娶 也不嫁 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 因为他们相似天使 他们即使复活之子 也是天主之子 至于死者复活 每一次 也在净几篇中知名了 他称上主 为亚巴郎的天主 以撒戈的天主 及亚哥伯的天主 他不是死人的 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有的人 为他都是生活的 有几个经师应声说 师父 你说得好 从此 他们再不敢 指问他什么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那么今天的话 是路加福音 那么耶稣的话 跟撒杜塞人辩论 在当时在社会里面 有三个团体了 法利塞人 撒杜塞人 跟长老 那么说 七度的法利塞 撒杜塞人的话 他们是属于 这一个上层社会的 有这个财产的 他们的话 就是比较保守的 这是接受美色五书 然后不接受其他的 口传 那么 撒杜塞人的话 就是不光是美色五书 也有口传的 比方说 塔尔木 传统 这一点 撒杜塞人的话 要否认 就是没有复活的问题 没有复活 人死后就死了 所以用这个 七个兄弟 取了同一个妻子的例子 来 为难耶稣 耶稣给他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答复 说 耶稣说 天主的话是活人的天主 不是死人的天主 我们今天的话 在里面的话 对这句话 做一个 讲的一个反省了 为我们真的是 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了 我们看整个圣经 天主做了人以后的话 然后就向人 虚了一口气 那么这口气息的话 就是人的生命了 可以说 生命的话 是来自天主的 也可以说生命的话 天主的话 是生命的根源 来自天主的 那么人犯罪以后的 后果是什么 我们看在创世纪里面 人犯罪以后的话 就失去了通向生命树的 通道了 也说犯罪 就远离了天主了 远离天主的话 就没有生命了 所以罪恶的话 后果的话是死亡 我们说 来犯罪以后的 为了让人重新获得生命 说天主开始一个救恩的历史 走向人 高峰的话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在耶稣身上 这个生命本身的天主 走向了人 也就是说 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耶稣拜扇的话 是真生命 这是为我们信徒来说的话 如果说我们相信耶稣了 我们跟随耶稣了 我们就跟天主结合了 跟生命拜扇结合了 我们就有生命了 有名的话是《入网福音》 十一章里面的 耶稣跟马尔大的对话 面对这个拉扎路的死亡问题 耶稣对马尔大说 反相信我的 即便是死了 还要活着 反活着而相信我的 必永远不死 你相信吗 所以说我们信徒来说 在这个世界上 现象上了 我们身体看起来在衰老 在死亡的 这现象了 事实是什么 我们相信耶稣了 接受洗礼了 我们应该在复活当中了 在生命当中了 所以说我们靠着洗礼的话 已经战胜了 死亡了 不要害怕了 所以今天的福音书 给我们信徒一个很大的解放了 我们相信的天主的话 是活人的天主 不是死人的天主 尽管我们的身体看起来 在衰老当中的 这是个现象了 真正的事实是 我们一看天主结合在一起了 天主就生命本身的 我们做一个信徒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 能够说 无畏惧死亡了 不被死亡所控制了 那就是一个真正的自由 做一个信徒 有了真正的自由了 才能去爱 才能去奉献 也才能去牺牲 在教会里面 很多圣人的 他们可以说 能够说 去殉道 去致命 就因为他们 不害怕死亡的问题了 因为超越死亡问题 他们有无限的自由了 所以他们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 一个属于人的 一个属于基督徒的生命 就让我们很好的去领悟 今天的福音耶稣的教导 认识到天主是活人的天主 而不是死人的天主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感谢天主 阿们